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我是東方聖人 那第一我叫為各位觀眾朋友們講解一個真理 就在說現在這個思想慕尼佛告訴我們就是說 我們這個少看醫生啊 我們這個修行時間的話 首先的話就是在說 當我們人啊當我們這個生病的時候呢 就是盡量依靠自己有在這個修行啊 那如果說你當時如果說一個有在修行的人的話 那麼他就不太這個需要看醫生這樣子 那很多觀眾朋友就是什麼東方聖人啊 為什麼說這個佛陀會有這樣一個思想 那我這個這一集我就來跟大家講 我其實這樣的話很好理解 就是說你看人就是大家也知道說這個健保 就是說其實跟這個健保幾副是有這個關係 就是說這個醫生啊醫生治療你的這個技術越爛 醫生反而賺越多錢 就是說這個醫生有時候也會賺黑心錢 什麼意思就是來講 可能這個人他可能只要吃這個藥就能夠治好 因為醫生就故意給你開一大堆藥 然後說什麼 吃這些好更快什麼的 那結果其實都在騙你的這樣子 醫生就是說 他們用這個簡單的方法就把你治療好 但是這樣子賺的不多啊 就是他這個醫生他就一直坑你錢嘛 所以醫生就賣給你一大堆這個用品 這個醫療用品這樣子 就讓你的錢把你的錢花光這樣子 所以就輪流說像那個牙醫嘛 那牙醫每天都什麼 要什麼預約啊什麼牙齒啊什麼牙結石啊那些東西 那我說那些東西 可能啊 或者他為什麼你再不來治療的話會發作 但那個發作的機率只有百分之一而已 那他就是他就可以賺99個人的錢 那只有一個人他就想說 這個醫生幫我治好 所以我其實沒有 我的醫生就是在坑錢這樣子 所以這個斯亞姆尼佛避免像這樣一個情況 所以那個斯亞姆尼佛 他就告訴他底下一個增團 或說有在修行的人就說 這個盡量不要打疫苗 盡量不要看醫生這樣子 因為這些東西醫療用品不是好東西啊 就是說我們人 我們的人沒那麼弱 我們人的身體很快就會自行的恢復這樣子 就我們人有時候可能會發燒 有時候可能會生病啊 但如果好起來就跟古代人一樣 古代人也沒有絕種啊 他們也是可以活下來的 那很多人就會說什麼 東方士很難聽看的 就是不讓人治療的一個宗教 那寧可不要信 那我其實不是這樣啊 我就是在說 就是說當你真的很嚴重很嚴重 或說你的傷口很大什麼的 這個自己來這個治不了 或說沒打止血什麼的 才有必要去醫院嘛 才要去看醫生 那你沒事有事花這個健保 花這個療寶 花那麼多錢幹嘛 那讓這個健保都破產這樣子 所以我就在說 重大的疾病在花錢啊 那個小病喔 小小病就連醫生都不用看 自行就會好起來這樣子 那很多人都很愛看醫生啊 所以我說這樣的話就不太好 我就在說 我說這個佛陀不要 不要讓我們這樣去做的話 那其實有這個有所依據 什麼是什麼有這個依據 我這個絕對來講就是說 就是說你一直看醫生 假如說這個打疫苗 有的人這個打疫苗 他們也會有這個副作用 什麼副作用 像有的人打那個新冠肺炎的疫苗 結果呢 我們班上有很多人啊 很多老師都說 他們的這個家長 他們的阿公阿嬤打完疫苗之後 頭腦就變笨喔 變成白癡變智障這樣子喔 就是這個整個頭腦 變那個失智了這樣子 所以這個東西 或者有的人呢 就是說我發誓 我真的有一個老師 他就是他媽媽打疫苗 打完疫苗就掛掉這樣子 所以我說很多就是會有這個 併發症啊 什麼症會這個產生這樣子 那我說疫苗有很多副作用 所以很多人喜歡去打 那個什麼流感疫苗啊 新冠肺炎疫苗 那我說都不要打 像我們這個休息時間 我們陽明器的裡面 這個組織成員 也沒有什麼在打 頂多就一劑而已 然後就沒了這樣子 因為我說那個東西 就是不要去多打 很多人打很多 那那個死的快這樣子 所以我那個副作用的話 就是 跟這個聖雅姆尼佛說 這個給醫生看病喔 太多啊 這個早死啊這樣子 是要去那個修行時間 你的命才會活比較久喔 那自己講到這邊 還請各位觀眾 各位觀眾們 你們趕緊幫我 這個訂閱按讚加分享 大家拜拜